这个坏蛋呢 就是NBA这个臭名昭著的 这个塞尔提克的中锋 Ernie Cantor 又开始 血口喷人 盲命反华 最近他攻击的对象是谁呢 Jerami Lin 林疯狂林书豪 他居然在他的这个推特上说 Shin on Jeremy Lin 就说 以林书豪为耻 因为林书豪为中国打球 为中国的CBA打球 对不对 赚中国中共的这个肮脏的钱 这丢脸了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个神经病 Trash 对不对 他当初被这个攻击这个土耳其政府 被土耳其政府 赶出土耳其 还通缉他 这个人就是个烂人 见谁就骂谁 就是个垃圾你知道吧 你说土耳其人 都把他当叛国者 他跑到美国来 对不对 叛国者 就跟胡纳一样嘛 叛国者 你妈被土耳其取消国籍 还全球通缉 他就是个罪犯 你知道吧 所以他骂土耳其政府嘛 土耳其政府 土耳其人对他就是恨之入骨的 就把他当作叛国者 叛徒汉奸呢 对不对 他现在 他又开始把矛头 人家 他懂事攻击土耳其 后面他怕了 不敢攻击土耳其 他开始攻击中国的 说中国没有人权 没有民主 搞疆毒 就是压制 疆毒 藏毒 现在他开始攻击中国政府了 支持台湾 你说你是什么玩意儿 你就是一个臭蟑螂啊 顶那个飞龙尬残呢 对不对 你妈这丢脸呢 上一次攻击那个阿里巴巴 那个副主席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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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泽西 网队的那个 那个主席 姓蔡的那个 蔡崇亮 现在又攻击 林苏豪 What the fuck 你说你有种 你好好打球 打出点名堂来 像Cobie James LeBron 和乔丹一样 不要整天在那里 哺啦哺啦 跟狗屎一样 跟那个屎科翁一样 现在就在那里 呱呱呱 吃屎啊 吃屎 喷粪 就是为了得到 台湾 蔡英文 的那种 褒奖 这丢脸 为了 为了 为了出名 为了上乐 用这种 卑鄙 可耻的手段 用这种去 蹭明朗 话题的这种 卑鄙手段 来获得名气 你妈你是人不是啊 还攻击CBA 我跟你说 CBA养活了多少 从NBA退役的 这些球星 你以为林苏豪 不想在NBA打球吗 他是找不到地方了 他才到中国去淘金 跟中共 有一毛钱关系的 王八蛋 什么都喜欢 联系到反中 就跟 就跟台湾那帮 民进党那帮 神经病一样 你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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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打高家瑜 也说是中共指使的 家暴高家瑜 你妈 蔡英文这个假证书 也是说中共指使的 说五毛党诬陷的 这丢脸呢 你妈顶你个